为川普胜选立下汉马功劳的伊凡卡与先生库许纳 已经选中华府顶级的卡罗拉玛社区中 这栋六个卧室的豪宅作为他们的新家 这栋豪宅建于1923年 不仅保养得好 还经过多次装修 房间高大明亮 宽敞气派 一年前挂牌出售一直无人问津 直到去年12月16日才与人成交 然而签约后仅六天就完成了过户 要贷款的话 它最起码是一个月到45天左右 那如果是它在一个星期里面就过户的话 那肯定是用现金买的 不过另一位中介说伊凡卡并非买主 而是别人买下租给伊凡卡居住而已 每月租金两三万美金 无论伊凡卡是买还是租 能居住在这里就是地位的象征 欧巴马卸任后的住处 居这栋豪宅也只有两个路口 走路不过两三分钟 记者采访期间装修工人进进出出 而伊凡卡未来的邻居则欢迎他的到来 伊凡卡的新住所的确是华府的高档社区 他不仅可以徒步去欧巴马家做客 也可以去同样住在这一社区的大陆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家里去做客 记者张光华综艺庭华盛顿报道 12月28日起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让爱飞扬